iPhone 15 Pro Max的盃 台金屬邊框 大家好 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要來講我的iPhone 15 Pro Max 一個月的使用心得 那我先來講我用過的幾支 我們先從XR以後來講就好 就是比較進步之後 我用過XR 12 Pro 13 Pro Max 14 Pro 然後再到這支XR 15 Pro Max 所以我等於大的小的都用過 那就先來講講今年比較特別的 就是它多了一個動作按鈕 我覺得動作按鈕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當然你有些射捷徑蠻方便的 可是就我個人使用需求而言 完全用不到 所以我一樣把它當靜音鍵使用 再來第二點呢 我會想換它的比較大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拍照 因為我聽說今年的拍照會變比較好看 那也確實呢 它變好看很多 你們如果要參考照片的話 可以去看我IG 只要是今年10月以後發的文 都是用這支手機拍的 它拍起來非常像用相機拍的 那我用它拍 調色我也是用它內建的照片可以去調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代整體是真的有進步 不過在錄影方面的電影模式 就是跟前一代一樣 沒有做到完全的很好的去虛化 跟正常的相機還是有落差 所以如果有那種需求的話 我一樣是會用相機拍 但是就照片而言 它就做得很好 所以這一台我主要是拿來拍照 或是說可能有時候Vlog 為求方便爬山了之後我就也會用它拍 不然相機太重了 帶著它就不會想要爬了 然後這一次的相機也有一個缺點 是14 Pro就有了 就是因為它有三顆鏡頭 所以它每次拍到 都會從三顆挑選其中一顆來拍 所以就會在你拍的瞬間 它就會有偏移 那我以為這一次有改掉這個問題 這個小bug 但還是沒有 它一樣有這個問題 只是它出現的頻率比較沒有那麼高 就是它演算的更快 再來第三點就是觸感 這一次啊 唯一比較不一樣的 除了它的動作按鈕以外 就是邊框變成鈦金屬 手感摸起來 比前幾代的不鏽鋼好很多 只是它更滑了 所以很容易就會滑掉 13 Pro Max 跟14 Pro 我都有分別裸機使用超過半年 也都有摔過 轉過 那因為它們邊框是不鏽鋼 所以就有痕跡 滿明顯的 只是你不近看的話 其實看不太出來 那個邊框的痕跡 我有一個很好的形容方式 就是我們以前不是都會 國小國中營養午餐 都會有那個不鏽鋼的碗嗎 就大概像它上面這樣子 至於背板跟前面 前面我會貼保護貼嘛 背板就是都不會有任何的刮痕 我前兩台手機也都不會有 那這個材質跟前面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再來邊框 它跟之前的不鏽鋼一樣 都有PVD鍍膜 就是抗刮啊 然後比較不容易有傷痕 就我使用前幾代下來 根本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 就是一樣會有傷痕 那希望今年這一代 鈦金屬呢 是真的比較厲害的金屬 那鈦金屬 因為它是比較輕的金屬 所以拿起來 整個手感確實有變形 再來講講它裡面的 A17 Pro芯片 可能因為它的芯片有進步 所以滑起來超順 就是照理來說 你不應該隔一代 就有那麼明顯的差別 可是14 Pro跟15 Pro Max 它開始滑起來是完全不同等級的 就是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它有更順 那這個感覺 在我從12 Pro換13 Pro Max的時候 也有感覺 可是那時候會有感覺 是因為 是從60Hz進化到120Hz 可是這個跟上一代一樣 都是120Hz 照理來說不應該滑起來有感覺 而且A16跟A17晶片 不應該連平常滑都有明顯的感覺 應該是要帶什麼 打遊戲或是 重度使用的軟體才會有感覺 再來是大家比較害怕的過熱問題 我個人使用一個月下來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最多最多就是變暖一點點沒有到燙 相比之前的14 Pro好很多 因為14 Pro是真的會變一點點燙 那13 Pro Max不會 我個人的使用需求就是 拿它來回訊息 照片修圖調色 工作文書類的 跟滑端影音而已 沒有拿它來追劇打遊戲 所以可能是因為我的使用需求 讓它不會過熱 再來講講它這一次也是新的變化 就是它變成USB-C接口 一開始我是覺得蠻不方便的 因為我一堆Lightning的線 我的產品也都是用Apple的居多 Apple大部分的產品也都還是 是Lightning不是Type-C 我現在如果要出門的話 都要為了它額外多帶一條Type-C的線 然後傳輸速度如果要快的話 還要自己再額外買 因為它附的只是正常的線 我自己是沒有額外買 因為我覺得傳Vlog或傳一些照片的話 檔案沒有到很大 所以用正常的速度我就可以接手了 好那還有一個 今年我覺得很方便的功能是 因為它換了Type-C線之後 所以你東西可以直接存在硬碟裡面 那我現在就螢幕錄影來示範要怎麼存在硬碟裡面 首先呢就是 導出 導出之後 儲存到檔案 然後這就是 這個新竹就是我的硬碟 然後我就直接儲存就好了 之後呢 就去檔案 有沒有就多了這個 紅舊國吃東西的畫面 再來是我這次換這支手機的第二大原因 就是電池 因為我上一支是小台的嘛 所以它的續航就比較不行 由於我上上台是13 Pro Max 它的續航非常夠 夠到有一點過剩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不如買一台小台的 還比較好單手掌控 所以我去年就換了14 Pro 那發現它的電量非常的不行 所以我今年又再換回15 Pro Max 那換回Pro Max之後 續航就是整個回來了 用一整天下來就一定OK 那如果你是有 需求在外面用整天的人的話 就會建議你買Pro Max 因為Pro大概撐半天就不行了 好 那我拿它跟13 Pro Max比較 用起來的話 它比較耗電 13 Pro Max還沒有這麼耗電 重度使用一整天會剛好到沒電 可能10% 但13 Pro Max是用一整天 它連那個20%的那個電池 低電量顯示都還沒有跳出來 就它根本不會用到低於20-30% 最後來講一個大家可能也好奇 也就是動態導 動態導這個東西 跟我去年給出的使用心得一樣 就是可有可無 沒有什麼特別的 絕對不要為了它特別去買 它唯一用到的功能大概就是 聽音樂的時候可以換歌 但你聽音樂的時候要換歌呢 你從右上角這樣滑下來 你也可以在這邊換歌 就是見仁見智 因為你這樣滑下來可以換 你按住它也可以換 就是看你覺得是按住比較方便 還是滑下來比較方便 我一開始14 Pro前半年都是直接滑下來 因為我覺得按住太久了 但我後來就嘗試用著它 用久了也就習慣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使用iPhone 15 Pro Max一個月的使用心得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有什麼我沒有講到的 然後你有疑問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就會去回答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了 大家掰掰 掰掰